斗二那些神似斗衣的角色 将楠楠继承竹青身材 最像小五的不是女主 目前斗二角色的建模相继放出 但在里面我们可以明显发现 其中与斗衣角色建模有很多相识之处 首先就是新七怪老大 跟就七怪老大的造型 虽然他们的武魂 一个是蓝电霸王龙 一个是邪魔白虎 可是他们的造型设计却如出一辙 不论发型还是服装 贝贝多多少少都继承了一些戴木白的风格 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呢 其次就是性感担当了 斗衣奇怪的性感担当 那无庸置疑非朱朱金莫属了 而斗二的性感担当 除了江南南 其实还是马红俊的后人马小桃 他们的身材都是非常出色 并且还是眼见的网友发现 他们俩的发型也有相似之处 都有一对丸子头 性感中带点苦爱 而后就是我们的匹子帅哥组合了 马红俊瘦身之后 可谓是有了一种匹帅的感觉 而新七怪中的和菜头也同样有 都是喜欢装酷的存在 随后就是主角神似了 给人一种没展开的感觉 都是憨憨傻傻 人出无害的样子 最后就是闺女不像妈妈 按理来说 小五那俏皮可爱的气质 会传承到唐武童身上 可事实并非如此 反而和小五毫无血缘关系的 唐雅更加像小五 对此你怎么看